国内的人民币存款已经突破了600亿元人民币大关 这也意味着银行吸收人民币存款的高峰期已经结束了 最近不少银行的优惠措施是纷纷的喊停 银行业者指出最近部分银行不是降低人民币的存款利率 就是停止减免手续费的优惠 另外像是人民币的活存企息金额 本来都在起板到1000元人民币之间 现在部分业者也提高到了人民币2000块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